我们收到货的话需要先把电池取出先充满电 用我们配置原装的USB线进行连接充电 充电的话我们可以用充电宝或者手机充电头或者电脑进行充电 充电的话这个指示灯这个位置会依次享受 充到这个指示灯三个都为常亮的状态的话就表示已经充电完成了 然后我们充电的时间的话就可以用来仔细阅读一下说明书 说明书上的每一个功能按键大家切记都要注意仔细阅读清楚 还有任意的APP下载 使用之前大家一定要先仔细阅读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是室内操作室内的话是无法搜索到卫星信号的 不建议大家在室内操作的 给大家演示一下室内切换模式 然后我们配件包的话是有配置这些备用封页是有封AP封页的 我们选封页手画的话可以进行对应更换 这个位置有螺丝拧开之后我们对应好进行更换封页上去就可以了 电子充好电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安装 安装的时候我们两个手指这个位置一定要捏紧 之后装进机身就可以了 调控器的话我们是用四个七号电池 对应安装好 这个位置的话可以放置手机的 是手机之下可以进行拉升 室内无法收心的话我们启动方式的话 就是直接对平操作之后就可以进行解锁 大家室外的话就千万不要用这个方式操作 室外的话这个方式是没有卫星定位的 飞机容易飞丢这个不建议大家操作用这个方式操作的 我们打开飞机开关然后长按机身的开关 左边的推桿往上推再往下拉 这样子四根都是微强量状态就表示已经对平成功了 然后我们短按一下这个焦对的按键 按下之后机身灯光享受现在变微强量就表示已经焦对成功了 最后我们遥控器内巴自行这样往里面推 内巴自解锁 然后我们推左边的推桿 大家记得起飞的话一定要对着飞机尾部进行操控 左边推桿往上推的话飞机就会上升 上升之后我们按下这个向落的按键就可以了 飞机就会很慢的向落 2 4 4 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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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7 5 感谢观看